請來看高雄市警察局共産分局 有一個環境指控說 它讓中間跟霸凌 它說它本地在交通租 因為開紅燈開到中間在京郵會的朋友 不讓記兩記的巡改 還讓它找到處 讓點名的共産分局長是外企來揮影 說如果是因為分局跟罵欧 會尊重對方提出故事 但是它也會堅決來捍衛到分局的團隊 而事後獨立組是出面的說明 說這個環境的新鮮率比其他的環境 關出到六十多月 說這位警員是專業性不足才會去釣進 環境保管民眾的高通安全 在大樓上開庭接觸 但是現在的鳳下說 有環境技術開庭開到去吃到麻煩 我的上級長官 可能當面跟我說或是LINE跟我聯繫的 排到分局長的朋友啊什麼的 叫我最近休息 現在這樣子 高雄市共産分局這個原本在高通做四來的環境 地方路上指控他去讓主管說開到中間 京優惠好友的紅燈 去弘新手 既能辦新改 各位高通分隊調到既台派出所 但是對這件事 分局長也這樣勞現回應 身為單位的主管 付百分之百指釋 主管是為分局自己罵 尊重你捍衛免有提起訴訟 但是也請你相信我有捍衛分局團隊的決心 對這件事共産分局的獨立組也出名 相較該單位遠景高發單的伸數率高達66倍 測單率也比該分隊高達16倍 警方表示 四來的環境今年高達 規大數九百空九驚 幾張都三十驚比身數 身數率是百分之三點三 如果紀塔當前的規大數 總共是四千八百二十驚 身數的驚數只有十驚 身數率是百分之兩點之 認為是這類的環境專業都不久 才會出發 總對沒有規大比官司的進行 將對環境不懈的疾控 一定嚴重影響到警察的命令 將會照規定不請市警局進行調查 請示範圈